究竟是民主党内太多人希望拜登退选 所以不断放出风声 或者是报道属实 拜登真的慎重考虑退选的可能性 在今天的头条新闻指出 拜登似乎已经向幕僚查询 究竟贺锦丽出来对战川普的胜算有多少 而美国总统拜登自己的身体状况 乌漏偏逢连夜雨 周三被删减出确诊 症状轻微 还是不得不提早结束 他在拉斯维加斯的竞选行程 现在就一般的民调看 在美国各州里面 川普在14个州支持度都领先拜登 而原来支持民主党有4个州 亚利桑那 马里南 宾州和密西根州 那么20个民主党议员要求他退选 也传出了前中院议长裴洛西 已经私下告诉拜登 民调显示拜登是没有办法击败川普的 如果硬选下去 会拖累整个民主党的国会选情 而现任民主党的两院领袖 包括舒默和杰弗瑞斯 也分别面见拜登 那么传出了劝退的打算 拜登说错话和思绪问乱的状况 持续出现 大辩论之后 在上个星期五 他接受媒体专访 提到他答应欧巴马担任副手的过程 他把2008年整个讲成2020年 美国前总统川普或共和党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 他也风光宣布副手人选犯思 一切看来顺风顺水 反观总统拜登的气势却每况愈下 说错话和思绪紊乱的情况仍然持续出现 上周五他接受媒体专访 谈到2008年答应欧巴马当副手的过往 他又把时间给讲错了 之后主持人又问拜登 川普能够吸引嘻哈界大咖艺人支持 他有什么看法时 拜登思绪开始混乱 最后只能放弃回答 除了明显的脑力退化 拜登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往硬朗 周三他被筛检出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只有轻微症状 拜登也因此提早结束 在拉斯维加斯的竞选行程 回德拉瓦州的家自主隔离 原本的演讲也临时取消 处在选战逆风时刻 拜登偏有因病缺席与拉丁裔选民接触的机会 拜登与川普在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度上呈现五五坡 所以每一票都很重要 川普的支持者近日气势高昂 对慎选信心满满 拜登第三度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公布后 不少川普支持者认为这是假消息 怀疑拜登是为退选找借口 近日拜登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只有一个人的建议可以让他考虑退选 那就是他的医生 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内有三分之二的人 希望拜登退选 超过半数民主党人 对拜登的心智能力没有信心 目前已经有20名众议员要求拜登退选 除此之外 继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之后 现任的民主党两院领袖舒默和杰弗瑞斯 也加入劝退行列 上周两人与拜登私下会面 告诉他以目前的选情状况 将危及民主党国会席次 知情人士透露 这两人的建言对总统起了一定的作用 拜登这两天开始愿意听取退选建议 和悲观的民调数据 也开始向幕僚提问 副总统贺锦丽如何能赢得选战 拜登若退选 除了派副手贺锦丽上阵 目前民主党有四位人选的民调胜过拜登 有机会与川普一较高下 分别是马里兰 宾州和密西根三州州长 以及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利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